這是什麼? 夜夜,這是 這個形狀看起來就像是 我的小提琴 你的小提琴 登登登 哇,這是咪咪的第一支小提琴耶 這個跟那個 這一支小提琴跟 跟黃以恩的一樣大耶 對 現在跟大家講說 孫小米參加弦樂團以後呢 這是弦樂團老師說 要買小提琴了 所以我們就買了 孫小米第一支小提琴 黃以恩有搬去學校 來想一下 那小提琴的選購呢 就先看 哇,好可愛喔 很漂亮耶 來,小提琴的選購 是看小朋友的身高來決定的喔 身高跟手長 來決定的 現在是四分之一 然後我也是因為這一次我才知道說 原來小提琴的選購有這麼多的學問 然後也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前輩 我們有一個神隊友 他們家小朋友呢 從小到國中都在學小提琴 還好有他 所以幫我們出了很多主意 然後告訴我們很多小提琴的常識 好,假裝一下 怎樣 老師有教你們喔 真的 好有模有樣喔,孫小米 你 好啊,今天晚上還有你喔 今天晚上還有你第一堂課喔 登 為什麼這個這麼多? 這麼多什麼? 好 好 來跟大家說一下 像這一隻啊 這隻是四分之一琴 然後呢 我們神隊友呢 顧問跟我們講說呢 女士他們拿到最前面 要拿到最前面 最前面 四分之一琴其實是成長琴 然後也就是小朋友的練習琴 然後因為小朋友呢 會一直的 會一直長高 那所以呢 這隻琴陪伴他的時間 可能就是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就必須換了 然後呢 從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到 四分之四就等於是全琴 他意思是說到全琴的部分呢 就不會再換了 全琴表示他已經 這個可以弄掉了 長大成年了 所以前面 前面就買不到 然後呢 在學校 學校有合作的樂器社 像這樣子一支的話 他是說一支一萬塊 全新的 那學校也有租刃方案 就是你可以用租的 那為什麼用租刃方案 我就問啊 他就說 因為小朋友會一直長大 所以你好像也不用花錢去買 一支真的全新的 但他租刃方案一個月 大概也要三百塊 媽媽 媽媽 嗯 那不是用租的比較嗎 媽媽 租的一個月三百塊 對啊 那十個月 十個月一個三千塊 媽媽 那他學校賣一支一萬塊 對啊 學校租的一個月 對啊 然後但是這一支呢 是我們神隊友 幫我們在網路上找的 對 這支才兩千七 對啊 他兩千七十六八個月 他八個月他只需要 他提供資料 這樣 那他說大概一年到一年半啊 對啊 嗯 對 絕對不會成功 嗯 可是我現在帶你去學校 現在帶去學校 喔 可是你是晚上才要上課呢 晚上六點的課呢 對 我要自己去學校 可以啊 你可以在一起學校 好 下課要記得拿喔 應該會記得拿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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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記得拿 好 那你記得拿 等一下 現在還有東西 來 我們看一下 喔 那是會先回阿嬤家嗎 對啊 晚上六點的課啊 他還要 這樣我跟妳講 轉 轉 其實這個 來 這樣就不會掉出來 那妳拿一下 謝謝 你的第一支小提琴 所以呢 神隊友的意思是說 第一支小提琴不用太貴 因為它是隨時都會被換掉的 大概可以用一到兩名而已 對啊 對對對 所以呢 就是看 呃 他說外面的小提琴的 都從 這種一四分之一琴都是從工廠出來的 大同小異 對 所以呢 也沒有什麼手工啊 或是什麼的問題 神隊友他們的琴 還有去歐洲訂購的耶 好吃 一支要五十萬呢 是喔 對啊 一支五十萬的琴 對 他說那就是到他技術非常好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幫他選購一些 真的是好的琴 然後也有可能會有一支叫做練習琴 一支叫做表演琴 表演琴 表演琴就是那個五十萬的 真的 就是要表演的時候才拿出來 平常練習的時候就是大家練習琴 那表演琴就還是有比較厲害的 對 表演琴一定比較厲害 對 哇 背起來看看 喔 嗯 來 登登 耶 開心嗎 孫小米 開心 好輕喔 那你會好好的練習小提琴嗎 我會 你會喔 那我可以帶上去嗎 不行 嗯 好加油囉 下一開始幫你預約小提琴課囉 那我們期待孫小米的小提琴路程 登登登登登登 小提琴音樂路程 你會練習嗎 回來會練習嗎 嗯 會 好那你要跟大家說什麼 好 請 請 請 好 掰掰 快樂